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第二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撿到寶,終集 上次說到撿到寶在我的房間第一次出現 之後陸續有來 不過我沒有跟家人提起這次的奇語 一來好像在做夢一樣 不知如何形容 二來怕說完給他們說我胡說話 大吉利時,到時媽媽騰挑事後 不過有得第一次 很快就有第二次 而且是日光日白 那天中午放學回家 吃完飯,看準時間做功課 想著一陣衝去看卡通片 要快過阿妹轉台 本身平時沒有收拾好書包 那天都很不容易 終於找一本英文生字練習簿出來 當我正抬頭起身的時候 有一個身影在我房間的左邊 迅速跑去右邊 時間只是秒算 撿到寶仍然是那套白色西裝 我站在中間,完全給不到反應 說時遲那時快 他直接穿過我的身 然後一個轉身九十度 穿過牆牆飛了出街 在他即將穿牆的那一刻 還回頭看著我 笑笑口 被他穿過我的身的那一刻 我是一點異樣都沒有的 好奇怪 這件事之後 撿到寶很多次在我房間現身 無婚日夜,好天與天 亦不論場合 當我和阿妹在房間鬥氣的時候 打架的時候 或者傾心事的時候 她都碰行碰過 不過大部分時候都是慢慢走 一點都不急 好像在那逛街shopping那樣 不過都會有特別的時候 有一次我在房間坐在椅子上看書 撿到寶和我一起看 他坐在窗口 氣鼓伸出街 當時我偷看他看的什麼書 上面寫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錄 封面是一個士兵拿著一個手榴彈 作勢要扔那樣 後來我真的在圖書館找到這本書 封面跟我當時看的一模一樣 又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看日本漫畫 那本書明明是我弟弟在朋友家借回來的 他看得入神 完全不知道我走過去 我這次很大膽 伸手想去摸一本書 但好像摸空氣一樣 當時覺得很有趣 馬上又跑回到隔離房 看看那本書是否在 果然 那本書仍然在我弟弟的書包裏 我可以肯定這兩本書是同一本 因為封面之前好像拿過來戰報 整個空還在上面 另一次晚上見到撿到寶 當時他在我的房間不斷說電話 不過要聲明 那時還未流行用手機說 而是用家電話 他拿著黑色的聽筒 我順著條線去看 竟然埋在牆裡面 我自己也笑了出來 我見到他講得很開心 一時講中文 一時講一下英文 口沒橫飛 對面那個應該是一個女士 因為很明顯他講話的時候 陰聲細氣 好像在哄人一樣 那我當然好奇 想後來去聽聽他 究竟跟誰在說話 撿到寶馬上摸面 然後掩著話筒 怕死我聽到的 我是有點生氣 畢竟大家那麼久和屋主 所以我自己坐到一邊 過了一陣 媽媽叫我出去幫忙 撿桌吃飯 回來的時候 我在她剛才坐的位 看到有一張紙 那張紙 是在我把回條撕下來的一角 上面清楚寫了一個電話號碼 小時候我不知道她寫什麼 後來大哥才知道 是美國長途電話的一個號碼 她竟然在我的房間打長途電話 在一個小朋友的房間打 電話費誰出呢?